故事是一种传承文化与意识的有力工具 使用无穷想象力建构出打动人心的剧情 很快就能够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过去的史迹、三国演绎和风神榜等故事 造就了我们唯用 人本主力的思想意识 使台湾的人文呈现热情但不持久 精明但狭隘 安于现状却又浮动的矛盾现象 故事的影响力无远否见 当我们的周遭有人用有趣的方式 诉说着一个故事时 其实也正用潜移默化的方式 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想法和生活 欺着三轮车嫁娶的新娘 裹着小脚的婆婆正喃喃而语着 美君和九家女的笑闹不羁 母亲虔诚地祈求风调雨顺和子女的平安 这一张张生动的照片 诉说了高雄五六十年来的变化 从物资缺乏的艰苦到工业时代的发展 这些照片不但记录了环境的变迁 更在一个个小人物的脸孔中 看见了大时代的变化 这是蔡高明 《后进青春岁月》所拍下的作品 在这六十多年的岁月里 她穿梭在高雄的大街小巷 拍下人们在生活和工作的脚步里 庸庸碌碌的一刻 在当时看似平凡不起眼的景色 现在却能强而有力地 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那个生意是我的第二生命 上一月五月没有吃饭无所谓 没有睡无所谓 照相就饱了 这张那个时候工夫没有走走 所以好像经济上 好像比较穷一点 台湾人 所以你看这个三轮车也破破烂烂的 所以结婚了都用那个三轮车 那个三轮车这个旗号也是比较郊外的 你看那个三轮车也破破烂烂的 他们的意思是这样 好像我在求嘛 那给你拍了 那个医生都会求 他们有这个观点 观念啦 他观念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先生说要偷偷去拍 当然啦 你不要给他小的 要抓镜头 民国早期 民风未开 又遇上国民政府的戒严时期 蔡高明一方面要小心不被警备人员误会 一方面还要看准角度时机 在当事人不察觉的情况下 咔嚓 按下快门的关键 总在停止呼吸后 抓住最美的一刻 那时候在台湾看这个风景很难 这个等很久很久 要小心有没有阿兵哥 像那个时候戒严嘛 戒严时期嘛 以为你这个有问题啊 所以就是照那个安全呢 像铁锁丸都不敢碰它 围起来都不敢碰它 很严重啊 那个时候 杀人头还可以脱罪 脑筋给个护士马格 一问的话 你一生玩啊 不要玩相机了 所以我们很小心 越懂越怕 就是这样一台米诺塔相机 六十年来陪着蔡高明 记录了高雄历史故事的得力助手 相机就拿着等它 关圈啊距离啊都弄好 然后一直在那里等 那等它进头来 就是拍照相机动 距离没有对好 关圈跟那个速度没有对好 这个速写就心里准备了 所以很小心啊 他们那个速写很小心啊 那么照完了 最要紧啊 相机不要换下来 一日还是啊 他讲话了我们就会讲 我不是照你啊 当中没有这一回事啊 有一次是这样子啊 把那个猪头啊 要弄过来了 我们还是不理他 我们照我们的 所以注意他那个训真 我们照着宝贵宝贵的那个训真 而这样不顾自身安危的 迷上摄影 其实背后有一双温柔体谅的手 默默地支持着 在年轻的时候啊 好像都不管家里忙不忙啊 有钱用没钱用 他都不管 他说我要多少钱 你就请给他 就是给我给他 所以啊 他要照相是他的讯息 我也没有管他 所以我是家里看 够好就好了 管理料好就好了 他有人教说 女先生都照那个什么模特啊 通通没有穿衣服 你不觉得他怎么样吗 女人都敢脱下去给他照啦 还有什么好想象 这个女人要开通啦 虽然年岁已高 蔡高明仍然继续记录着高雄 从过去娇羞的青色少女 到现今的艳丽都会女子 他把过去拍的照片 一一地剪辑成册 希望能将这些累积半生的心血 继续流传下去 我有空都在整一啊 整个老照片 老资料 我们经过几次的那个展览啊 明堂多了 都是就资料 利用 因为还活到几岁也不晓得 已经就八十一了 怎么讲的 然后看没了笑 没有办法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 蔡高明用她观察的角度 让高雄的景色和小人物说故事 也让平于奔命的现代人 在这些历史照片中 从场景的一时一物 人物的一评一笑中 悠然心晦 体会出远比历史更具意味的启发 相片有老的唯美 故事也是老的动听 有人则是直接把自己当成道具 浑然天成的喜感 再撒上热情调味料 演绎故事更加精彩绝伦 穿着可爱猫咪图案的围兜兜 脸上始终挂着亲切的笑容 她是爱说故事的胖叔叔 一大早就背着大大小小的器材 到说故事的场地报到 一只只可爱的玩偶 是胖叔叔精心挑选的 他们静静地陪着胖叔叔 彩排练习 准备等一下给孩子们 很多很多的惊喜 我这会给人彩色点的 代表十字架 说早安 说要细致放残 背双眼睛 背双眼睛 忘心的 一般来一遍 kiss goodbye 好了 羊大步来 猴子蹦蹦又跳跳 鸡也大声叫 雅鸡也大声叫 狗儿跳 猪儿叫 老鼠又跟来 十二生肖转圈跑 请把顺序排 呀 请把顺序排 说故事时间还没到 家长们已经带着孩子 在场地外面排了一个小队伍 神奇的是 不但小朋友很开心 连父母们也都露出期待的神情 胖叔叔讲故事非常的生动啊 活泼啊 还会在动唱啊 所以小朋友来这里都非常的快乐 本来是哥哥来 现在换到弟弟 我同学跟我说的啦 他说这个胖叔叔他讲故事 就是很有说服力 小朋友都很喜欢 说故事时间到 胖叔叔一开门 孩子们便迫不及待的找个好位子 准备开始听胖叔叔说故事 老鼠大帅 马羊大不来 猴子疯疯又飘飘 几叶大声叫 呀几叶大声叫 狗儿跳 鸡儿叫 老鼠又跟来 十二声笑 三圈跑 其实胖叔叔说故事真的很有质感 而且他说的都比外面那种故事都还要好 我每个礼拜都一定会带小朋友来 祖杯是很有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带他们到孔庙去 然后那次回来的时候 我这两个双胖胎姐妹回来 就一直跟我讲说 妈妈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胖叔叔啊 他好好笑哦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孩子一直提他 所以也激起我这个当家长的 就想说那我也要听听胖叔叔说故事 什么事也不想做赶快睡觉 就要等 他就等等等 哇 等得那个胡子也长了 头发也乱了 精神也快崩溃了 讲话也不清楚了 连部下吵到他 他生气啊 都是骂人都讲不清楚 譬如说啊 他一生气就说 哎哟 超虎我考啊 我快还死了 你不要考 我要会掉啊 听了第一次胖叔叔说故事的时候 就很快的速度 在我部落格里面公告说 高雄有个胖叔叔 没有去听到说故事 真的是 真是太可惜 对啊 小朋友 小朋友